- 老婆,我要送你禮物- 什麼禮物? - 哇,怎麼做的? - 嘿嘿,我是使用剛入手的瘋鳥雷克技做的 - 厲不厲害? - 還有卡片做得好漂亮喔 - 我更喜歡這個 - 大家好,我是電腦王阿達 -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是一款叫Laser Packer - 蜂鳥雷雕機 - 最近講實在話,我跟手作的一些產品相當有緣 -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另外一款 - 幾乎可以在任何物品上印刷的引動式印表機 - 它的反應非常非常好 - 它可以在包裝紙、不平整的表面 - 甚至衣服、包包、筆電 - 上面印上你喜歡的圖案或文字 - 但在使用上其實它是有些限制的 - 譬如說印的圖案只能往後延伸 - 如果你要比較大範圍的話 - 那就可能要兩條相一併 - 就有點考驗你的使用技巧 - 雖然說它的耗材很省 - 但是它畢竟還是有個耗材嘛 - 而我們這次要介紹的Laser Packer - 蜂鳥雷雕機呢 - 它也是一款相當適合 - 喜歡手作的朋友 - 而且它也一樣可以在各種物品 - 譬如說像紙張、皮革 - 甚至食物 - 像水果、甜點啊 - 這些東西都可以刻上你想要的文字跟圖案 - 甚至連照片都可以 - 而且使用方法更加簡單 - 那接下來呢 - 我就為大家做簡單的一個開箱介紹 - 雖鳥雷雕機 - 現在在折折平台上架 - 它有兩個選擇可以讓大家做選購 - 第一個呢 - 最基本的叫Laser Packer Pro標準版 - 那另外一款是比較進階的 - 叫Laser Packer Pro豪華版 - 兩種 - 那今天我要為大家開箱的這台呢 - 就是豪華版 - 它的主要的差異呢 - 就是在配件上 - 開箱的時候會為大家說明 - 直接做開箱 - 它在外觀上呢 - 它給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提箱 - 外面呢還寫了一個Laser Packer - 它的英文的意思就是雷射雕刻機 - 這隻呢看起來很像卓木鳥 - 實際上它是蜂鳥 - 所以它叫蜂鳥雷雕刻機 - 那我們現在直接打開來看 - 它有分上下兩個區域 - 主要的東西都放在下面 - 上面都是一些配件 - 最上面這邊呢 - 是一個用說明書 - 接下來下面這裡 - 再是一個可折列式的保護擋板 - 你在使用的時候 - 你可以把它包在蜂鳥雷雕機的外面 - 確保那個小朋友啊 - 貓狗啊 - 在雷射過程中 - 不會好奇去摸它 - 雷射這種東西 - 畢竟它是有一點點危險 - 你摸它的話 - 它可能會造成燙傷 - 接下來我們看下面這邊 - 它下面這裡呢 - 它就會分第二層 - 第二層這邊呢 - 第一個它是一個叫做自動升降支架 - 這是Laser Packer Pro - 還有的配件 -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- 它可以折疊收納 - 重量呢大概是一本小說的重量 - 放在書架上 - 它都不會很佔空間 - 而且最重要是它有排煙 - 還有一個自動升降對焦功能 - 蜂鳥雷雕機對焦距離呢 - 是20公分 - 有這個自動對焦只要壓一下 - 它就能自動升降到一個對焦距離 - 在使用上就會相當的方便 -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- 這個呢 - 就是雷雕機本體 - 它相當的小巧 - 它的體積大概只有65x61x54 - 重量只有190g - 可以放在包包啊 - 或是你的外套口袋裡面 - 隨身攜帶相當方便 - 它的這裡幾個按鈕 - 這裡有一個Type-C的連接附 - 只要接一個5V2A的行動電源就能使用 - 這邊有一個四分之一寸的標準雲台鎖扣 - 這裡就是它的雷射頭的位置 - 這邊在打的時候記得眼睛不要去直視 - 會傷眼睛 - 這一台的使用壽命呢 - 它長達1萬小時 - 而且它使用了最新的雷科技術 - 所以它的機器發熱量也比較小 - 它在續航上 - 官方號稱你連續使用24小時都沒有問題 - 加上它有1萬小時的壽命 - 所以你可以開著拚命硬也沒關係 - 如果是一個附文餐廳的朋友的話 - 我就覺得這個相當不錯 - 那這兩個呢 - 就是它的一個電線 - 這裡 - 這個是5A的變壓器 - 這一個三腳架呢 - 就是給LaserPacker - 或標準版 - 就用這一個而已 - 它就沒有那個自動伸張架 - 那這個三腳架呢 - 它的用途就是說 - 第一個你可以隨時隨地把它攜帶出去 - 只要帶這個腳架出去就可以用 - 第二個呢 - 它可以彎曲角度之後把雷雕器裝進去 - 它就可以做一些比較奇特角度電印 - 譬如說垂直去印牆壁 - 硬木板等等 - 不過LaserPack它有一個對焦距離的限制 - 所以建議使用三腳架的時候 - 要帶著一個測量工具 - 它裡面有裝一把尺 - 這一把尺最好帶著 - 或者你自己隨身帶個尺 - 那還有就是說 - 豪華版跟基本版 - 它的價差其實只有3000塊而已 - 那豪華版呢 - 它不但送你一個自動升降價以外 - 它還送一個折疊保護檔板 - 官方售價是2000塊 - 如果是我 - 我會建議大家直接就充豪華版 - 那在使用上會方便相當多 -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看上半部的這些其他配件 - 然後這邊呢 - 就是豪華版 - 它送的一個叫迷你雕刻材料包 -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電板 - 占量工具 -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20公分的木齒 - 然後兩支筆 - 還有一些可以雷克練習的材料 - 像一些紙啊 - 各種色紙等等 - 像官方呢 - 在折折上 - 它有賣一個980塊的材料包 - 裡面有杯墊 - 有石木印章 - 石木杯墊 - 還有浮雕粉 - 這些等等 - 我講實在話 - 這些東西呢 - 相當超值 - 因為這次廠商寄給我的東西裡面 - 沒有材料包 - 所以變成我自己去外面買 - 反而有點麻煩 - 所以你這個材料包呢 - 我個人建議你如果要的話 - 然後你用過一次之後 - 你就知道哪些是你覺得最適用 - 然後你平常時會用得到材料 - 那接下來呢 - 我會實際操作Laser Pack - 給大家看它的一個使用過程 - 接下來呢 - 為大家展示Laser Pack怎麼使用 - 它的這個增降支架呢 - 相當的方便 - 而且還可以變形 - 然後呢 - 雷克機子把它放在上面就好 - 接上去之後呢 - 這一頭你就可以接一般的變壓器 - 或者說 - 你知道有一般的行動電源 - 5V 2A 輸出的 - 接上去就可以使用 - 好 - 這樣子就已經組裝完成了 - 接下來呢 - 為大家展示它怎麼使用 - 好 - 接下來呢 - 我們就直接來進行實測 - APP 部分呢 - 大家可以去 APP Store - 或 Play 商店 - 下載 Jetpack - 應用程式 - 下載完之後呢 - 進到 APP 裡面 - 會看到主頁 - 大家可以看畫面 - 左手邊會有畫面 - 那圖片部分呢 - 你可以自己用喜歡的卡通圖片 - 甚至你的照片都可以 - 那拍照呢 - 就是現在隨手拍的東西 - 馬上拍 - 它就可以馬上刻 - 這一點相當的強大 - 創作呢 - 你就可以打字 - 或是直接手繪 - 手寫都可以 - 那素材呢 - 就是它本身會提供一些 - 現成有的素材 - 都可以拿來用 - 使用上商量方便 - 我先為大家介紹文字創作的部分 - 進到畫面之後呢 - 它可以點擊兩下 - 輸入列印的內容 - 輸入完之後呢 - 下面會有字型的方式 - 它有時心、鏤空跟傾斜 - 那我現在把它鏤空 - 鏤空完之後呢 - 它其實還有更多字型 - 但中文只有這個字型可以選 - 那我們就點選下一步 - 接下來就要設定 - 尺寸 - 就是你打算雷刻的尺寸 - 像我現在這裡有一個鍋墊 - 你可以看你要印多大 - 那以它的單位來講 - 它就是米米 - 然後接下來它要進入藍牙連結的部分 -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啟我們主機 - 它的主機呢 - 用起來也很簡單 - 它只要長按就是開啟 - 那短按就是對焦 - 那我剛剛講過 - 這一台機器呢 - 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- 它可以自動幫你做對焦 - 就是自己鎖定20公分的一個高度 - 我要短按一下 - 它就自己做升降 - 所以你不管是任何物體都可以焦 - 那接下來呢 - 我們可以執行開始預覽 - 預覽的時候 - 它先把我們要印的圖形 - 先傳送到雷刻的雕跡 - 這個時候呢 - 大家可以看到 - 它畫面上還有它的一個範圍 - 就是它等一下要刻的位置 - 那我們現在先大概知道說 - 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哪裡 - 如果這個位置不是你要的 - 那你就稍微調整一下貝雷刻物品 - 它會讓你選擇材質 - 它有所謂的環保值、瓦韌值、皮革等等 - 讓我們執行軟木 - 完了之後我就執行開始雕刻 - 大家可以看到 - 它現在會畫定一個範圍 - 就是雷刻的區域 - 你只要那個深度呢 - 不要射太深的話 - 它雕起來的速度是相當的快 - 如果你要觀察說 - 它現在雕得怎麼樣呢 - 它送了一個太陽眼鏡給你 - 你不要眼睛直視喔 - 你要戴著這樣看 - 我就沒有問題 - 使用的過程中呢 - 要記得這個手機要保持藍牙連線 - 光刻文字的話速度非常非常快 - 大家可以看一下 - 幾乎一分鐘就刻完了 - 太神奇的捷克了 - 大家看一下 - 這樣子是不是很簡單 - 根本你就不需要學過什麼美工技巧 - 還是說要買一個很貴的機器 - 只要有Laser Packer這台 - 就馬上搞定 - 接下來再調一個圖案給大家看 - 除了剛剛的文字以外呢 - 其實它也可以用圖片 - 現在我直接用圖片給大家看 - 大家可以看到 - 我自己貼圖的圖片 - 那我隨便選一個 - 來做列印好了 - 它在設定的時候 - 它有幾種模式 - 像這個是黑白畫 - 那我這邊可以去調整它的一個深淺度 - 那也可以用版畫 - 或是像G-Core - 或者是說像灰度圖 - 灰度圖就灰階 - 這個會印特別久 - 另外一個是印章 - 如果觀感印章的話 - 它就能刻一個專屬的印章出來 - 相當厲害 - 那現在我直接印個黑白畫好了 - 它會將圖案由手機 - 傳到瘋鳥的科技裡面 - 接下來選擇材質 - 其實我個人的經驗呢 - 用木質的刻起來成功率很高 - 但是深度可以設不要那麼深 - 假設說我設個三速法 - 除了軟木塞墊以外呢 - 並講 - 手骨也可以雕 - 除了我剛剛介紹的這些列印的東西以外呢 - 像銀動電源的東西也可以刻 - 那我現在直接刻一張照片來看看 - 我現在刻的是一張灰階的照片 - 那範圍已經設定完了 - 就讓它轉出 - 瘋鳥雷克機它的一個雷射的波長呢 - 是405奈米 - 穩定輸出的功率是500毫瓦 - 在雷雕聚焦點的光源效率呢 - 它是1500毫瓦 - 在雷射的時候呢 - 它會依照你選擇的材質不同 - 自動調解功率比例 - 就是你APP它上面會有一個推薦的功率 - 而且在APP裡面呢 - 你也可以編輯還有把圖片上傳到APP裡面 - 去做輸出還有列印相當的方便 - 它從刻卡、背墊、印章 - 甚至牛仔褲、行動電源 - 所有東西你都可以自己雕刻 - 而且你可以用照片、可以用圖片、你可以用文字 - 輕鬆做出呢 - 全世界你自己獨一無二的限量紀念品 - 相當的酷 - 而且價格我也覺得不貴 - 現在呢在折折平台上集資 - 以它雕刻出來的水準 - 我覺得呢 - 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賣都沒有問題 - 推薦給大家 - 我是電腦王阿達 -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呢 - 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 - 還有分享出去 - 我們下次的開箱見 - 拜拜 - 折折